在巴哈马沿海水域 一条幼年柠檬沙正在躲避一个令人意外的捕猎者 一条成年的柠檬沙 他十七个兄弟姐妹中的半数已经被前辈吞噬 而现在似乎他也即将遭遇相同的命运 但正当捕食者逼近之时 他消失于一片茂密的水下根莖之中 安全地藏于红树林的庇护之中 几乎没有人会把森林和鲨鱼的栖息地联想起来 但多种海上森林覆盖了这座星球 约42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为世界上35%的鲨鱼提供食物和栖息地 致命的虎鲨们在猛扑向海牛和海龟之前 埋伏在海草丛中 白沙在高达65米的海带林里狩猎海豹 而柠檬沙则穿梭在红树林中 地球上唯一活在海里的树 所有这些生态系统都有着自己的神奇之处 但是红树林可能是最独特的 它们的树根与树冠为生命提供庇护 红树林行使着衔接海洋和陆地的重要功能 而为了在海洋和陆地生存 不同种类的红树林净化出了多种保护它们本身 和棲居在此的鲨鱼们的适应特性 在泥宁的海岸地区不稳定的大地上 扎根是困难的 因此红树幼苗缠在红树妈妈上发芽 在它们长大到能够独自生存时 这些部分发育的植物开始随浪漂流 大多数在附近扎根 而有些则漂流数月 直到到达世界不同的角落 在它们安定下来后 红树们长出高大细长的高桥根 形似拐杖的支柱根 或者弯曲的伏壁根 以在不稳定的地形中支撑自己 这些新长成的红树林 需要与额外两个问题斗争 海水富含会导致脱水 甚至可能具有毒性的盐类 借泥地氧含量过少或完全不含氧 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 对大多数目来讲会是致命的 但是红树林充分利用了它们泥泞的环境 红树根大部分位于地表之上 而非完全埋在地下 这使得这些树根上的微小气孔 在低潮时能吸入氧气 并在掌潮前关闭 以防止水分进入 很多红树还长有通气根 它们能通过相同原理来吸入氧气 或使用光合作用来直接产氧 为了阻止盐分进入它们的系统 有些种类的红树根部 有极细的过滤器 其他红树则将盐浓缩到特殊的细胞式 树皮或将枯萎并掉落的树叶里 有些种类的红树甚至能通过特别进化的岩线 排出多余的矿物质 所有这些过程把红树林变得咸咸的 但这并不能阻止海岸生物在红树林的角落和缝隙里生活 鸟儿们在红树之间筑巢 鱼儿们在错综复杂的根系间产卵 共生海绵和海巫贼保护它们的宿主术 免受饥饿且爱钻木头的甲壳动物的伤害 螃蟹、螺和虾吃海藻、青口背、藤虎 还有咸咸的红树残渣 这些小动物则喂饱鱼类 后者被在树根间游荡的鲨鱼又在吞食 鲨鱼们有时还吃海草素食餐 但鲨鱼不是海中民的唯一受益者 它们也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的重要粘合剂之一 鲨鱼限制动物的数量 否则太多的动物会过度消耗这些重要植物 就像海中民为脆弱的猎食动物宝宝提供庇护所 这些猎食者长大后保护它们的森林之家 不幸的是 这精妙平衡的双方正遭受威胁 过度捕鱼在世界范围大幅减少了鲨鱼数量 并且很多海中民正在因为沿海开发而被砍伐和污染 这些破坏特别危险 因为海中民对于减轻环境变化来说是最重要的生态系统 红树林和海草林在根系中困住碳 而长得飞快的海带将大量碳输出到深海区域 算在一起 海中林每年将大约310万吨碳隔绝起来 是我们每年全球碳排放的3% 所以就像栖息在它们中的鲨鱼 人类需要积尽全力来保护这些重要的生态系统 如果您认为鲨鱼很坚韧 等到您遇到节肢动物再说 一个非常有韧性的微小生物 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存活数十年 观看这个视频一探究竟 或者通过这段视频 继续探索我们星球的多样化生态系统 并了解是什么使它们蓬勃发展 感谢观看